能將自己的名字和手印 刻在好萊塢中國劇院 星光大道的名人走廊上 是許多明星終身的目標 現在電影橫衝直撞好萊塢的 主要演員黃曉明和趙薇 就在眾人面前留下手印 實現身為演員的一大夢想 這部電影講述好基友 黃曉明和童大維 在異鄉結識擔任導遊的趙薇 接著展開一場 慘不忍睹的追愛之旅 嗨 我就是一個站在一圈山墨裡 把你激烈糊塗的大雜屁 你把那個綜藝放在下邊 在水裡 在現實生活中 黃曉明和趙薇是一對親密的好朋友 但卻沒有在螢光幕上合作過 所以這是兩人首度聯妹演出 在致辭時黃曉明特別提到 15年前他和趙薇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同學 那時他只是個傻小子 經過15年的橫衝直闖 他們已經來到了好萊塢 繼續堅持自己的夢想 同時還主動感謝新婚的妻子Angela Baby 至於趙薇則是儀式結束後 邀請她的丈夫黃友龍上台合照 對於能把手印留在中國劇院門口 趙薇表示非常榮幸 也希望每年都有機會 可以和自己的手模合影 YES維樂圈中心特別報導